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上午走访一家推行亲家庭措施的企业后表示 一些小企业可能担心成本高 但这些企业规模小 其实更具伸缩性 能灵活调整运作 所以企业其实是要改变他们的观念 在这个方面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成本 而是一种吸引员工的一种策略 最终有意扩大亲家庭措施的劳资证指导人则 让有需要照顾年长家人的雇员也能受惠 傅海燕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 政府也会支持 这家银行一直以来都积极推行亲家庭措施 而且成效不错 除了在办公道楼内设有托儿中心 推行灵活工作时间 也推出小溜会考试假等等 这一系列措施成功留住人才 老板还是员工们也可以帮忙 对公司里面的事务 他们也可以帮忙打理一下 那么给员工有一个比较安稳的心态 处理家庭的事情 要推动亲家庭环境 雇主还需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而政府也会定期检讨现有的 亲家庭环境奖励措施 以确保员工取得生活与工作平衡 新闯媒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